花莲县妇女大学揭牌仪式11号下午在花莲县妇女会会职举行 在0206受灾之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及整修 花莲县妇女会希望整修后的空间可以提供给妇女有一处学习成长的舒适环境 让妇女在生活中遭遇任何困难都能够有一处温暖的场所给予支持 花莲县妇女会会职在经过多年的整修之后 终于是能够让这一栋老旧的建筑物焕然一新 11号下午包含了花莲县长、市长、吉安厂长等各级民意代表 都一同来到花莲县妇女会为父母大学进行揭牌仪式 3、2、1、大学 县长徐政卫也表示 花莲县妇女会长期在关心妇女权益 希望在会职整修之后能够提供妇女干部都可以学习到充实自己的技能或是知识的舒适空间 从0、2、0、6以后我们开始整理到现在 县妇女会一直把它管理得很好 也一直不断的在想方设法 在筹划我们的妇女大学 今天终于接牌 而也把整个课程都设计出来 刚才我们听到我们林春美理事长也介绍了非常多 我想未来的课程会更加的丰富 尤其是在这个基础踏稳以后会更加的发扬光大 尤其是属于我们妇女姐妹的一个妇女大学 接牌仪式来了许多花莲各乡镇市的妇女干部 也都希望花莲县妇女大学在接牌仪式之后 能够提供更多的知识 让妇女干部来学习 充实自己在家庭之外的心灵智慧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我的名字 Spring Sheet 准备 酷